各位东南亚的伙伴领袖们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在LeaderState里面分享我过去的一些经验 然后今天我被委派的主题呢 就是销售模式跟系统这两个主题 那其实模式部分当中呢 其实就是在于系统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这两个是没办法分开的 因为模式就是一个方法 一个步骤或者一个流程 让我们能够很顺利的进行某一个目的 所以它就是在系统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非常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 然后还没有真实讲这个主题之前 给我少学的时间那种介绍我 那其实大家都可能认识我的时候 都知道我有很多国家当中的一些方聊的文凭 对不对 那其实很少人了解到我过去的经验 其实我主要的在这个传杀产业里面呢 我其实经营了超过15年的时间 其实好好的算起来 由到17年到18年的历史 那其实有点点的不好意思的告诉自己大家 这样子 那其实在中间有四年的时间 我是在搭工的 我是被邀请到成为一家公司里面的 就在顾问公司 传直销的顾问公司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传直销顾问公司 它在马来西亚中国跟台湾都有自己的分公司 它专门辅导一些中小型的传销公司 或者新型的传销公司 刚起步的传销公司 那我在里面当中的训练部里面当负责人 那我在马来西亚里面呢 就见了零零种种的一些刚起步的传直销公司 我主要的工作当中就是希望能够他们通过教育训练 把他们进入教育训练系统 包括一些形象模式的系统当中 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成长业绩 或者能够快速的把业绩更巩固起来 所以当总经理邀请我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就非常乐意 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讲这些内容了 不过可惜的部分当中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间蛮短的 所以我会给大家知道一个整个设计的概念 但是就没办法给大家知道很详细的内容 不过我觉得马来西亚的伙伴 或者在整个东南亚的伙伴们 你们非常有福气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总经理 在早一个月到两个月前 已经跟我们去分享过 怎样去建训训练系统 其实当我看到他的内容的时候 我就非常有功名 因为很多的内容当中是我早期 在打工的时代里面所做到的一些 就是有谈到的一些主题 所以他的内容当中会更细节当中 让我们如何建立这个系统 而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的一些细节内容 会比较偏向是 我们在建立初步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更要搞懂在建立教育训练系统的 过程的一些理念 因为这个理念没有搞好的话 你在建立这个过程里面 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很大的挑战 会让到你 要前进又退步 要前进又退回来 所以就是不上不下的状态下 所以一定要今天听好好 这短短的20分钟的内容 好不好 好 那我们正式的进入今天的主题 那刚才我也谈过了 系统模式嘛 对不对 今天的主题 系统是什么呢 其实系统是由很多的模式 几个模式当中来组成 而变成一个大的系统 而模式是什么呢 模式可能是一种市场开发的模式 销售模式 推荐流程对不对 还有的就是有可能当中 从一个新人刚加入的时候 他如何学习精油的一种模式 都有很多 你可以组合很多的模式 把这些模式组合起来 就可以形成一个大的系统 所以模式也可能称为系统 只是系统就是有很多的模式 所组成的 那我们在还没有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土教的这份事业到底造成什么事情 它的事业模式是怎样的 就是所谓的传销 对不对 可能大家对这个字当中有点避免 对我来讲这十多年的经验 我是不会避免这个字的 而我觉得做这个事业当中 是非常光荣的 可能就觉得有些人觉得 你做传销 好害怕 就是要找人头 对不对 但是对我来讲不会 光明正大 对不对 好像不要紧 每个人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个过程 他有一些经验当中 为什么他要避免还不灭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当中 你们要自豪的 我们经营这份事业 我常跟我的伙伴谈一个字体 我现在有个观念 只是如果Tutera这份事业当中 是用传统的模式来做 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告诉你们 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 在座我们平凡的我们 来代理一个 私职 就是市面的销售额价值当中 20亿美金的连销售额的一个产品 我想排队都不轮到我 也正就是因为他做传销这个事业 我才有这个机会 因为他是一个开放式的代理选 对吧 他是每个人当中都可以带你这个产品来经营这份事业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逃避这两个字 传销好不好 传销到底是做些什么事情 而为什么今天那么多十年 那么吸引我 能够做这份事业 而想在这个事业里面能够成功 非常感谢 我在9年前遇上Tutera这份事业 而让我没有放弃这个产品 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我的三线佳美老师说 你不要再叫我做什么传销事业了 我够了 我怕了 但非常幸运 那时候遇上Tutera 哇他的包装好漂亮 哇好美哦 那个味道很香 我就很没有脸的 好了好了 来啦 买一套了 对不对 我用了三天走主 就决定做这份事业了 那时候 那时候就 现在还是给他讲这件事情 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我真的是这样 做累了你 然后嘛 做传销 太幸运 遇到他 遇到这个公司 同时间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 把我的心 全心全意在Tutera这份事业里面 然后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什么是传销 为什么那么幸运我 就是因为这两个 副字跟背诊 很多人看到背诊这个字 对我想像我的大上线一样 背诊我的时间 背诊我的行动 背诊我的收入 对不对 一样的 我也是 但是要做最什么东西 才能够有背诊 就是要复制 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伙伴 我们是思考一下 你的旗下的伙伴里面 有20个跟你一模一样的 好不好 这样你们会不会很强 一定会 在座的每一伙伴 来自东南亚的所有的领袖们 我们都是最棒的 而我们最棒就挤在 这一个地方里面 来参与这次的Leadership Day 对吧 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知道 我们过去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 如果要背诊就要复制 如果要复制就要复制 我过去的经验 我走过的路 所累积回来的知识 经验 过程 而到底怎样复制 我们有两个选项 一 就是老师傅 带小徒弟 不要紧 我来 一个个蛋 但试问 你刚开始就有两个下线 还不错 尊爵吗 两个还可以带 对不对 三个还不错 带下去当中 累积了整个团队有200个 你只要每一天见一个 就刚才违背了 我刚才讲的背诊 背着你的行动 背着你的时间 你办法 对吧 你这种方法 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做的时候 就靠个人内力 因为有在座的没 有没有这种经验 只要你谈就成功 你伙伴谈就不容易 有没有 有没有 如果有这样的状况 就证明了 我们是用个人内力当中来信任 因为我们的个人内力 随着我们的经验 随着我们的过程 随着我们的评委 随着我们赚过的钱 而不断地产生 也不知不觉地散发出来 就很容易神教人 但是讲真 如果你今天加入了一个新朋友 你手上有二十个三十个要做的人 你如何分身法术当中陪每一个人做 所以不要再老师傅带小徒弟 不要土法练钢 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快速复制的系统 来做 而今天我们回到这个主题 来跟大家谈这个事情 在我们开始真的谈这个细节的时候 那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系统 系统其实就是把领导者过去的能力 经验跟知识 变成文字 变成步骤 形成一个模式 流程 你可能有过去的能力当中 我建一个 我就可以成交一个 一定买我们的 你建两个可以成交两个 你建四个可以成交六个 为什么六个 他的老公老婆都想加入 但是是不允许啦 对不对 你了解 这是个人的美丽 换做的时候 你今天 如果你你的新朋友 要这样子做的时候 他很困难 这样就证明了 我们是老师傅带小徒弟 我一定陪着他身边 不断地培养 陪他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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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直到他有这种经验 不如把你过去 怎样成交的步骤 讲过什么话 什么能力 什么知识 应该具备了什么知识 变成文字 加上时间 加上经验 然后把这个模式当中 好好的套在一个 醒能的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系统的魅力 这套系统 这套模式 要有容易的学习 容易的运用 容易的复制 让每个人都可以学起来 而不是今天要你教才容易 而是希望能够带带都可以教 带带都可以学习 这才是真正的可以复制的系统 系统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缩短 我们的摸缩期 不要再给我们的新朋友 像我们过去的经验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累积的经验的时候 慢慢摸慢慢做 你没有察觉到 以前你成功上一个钻石 可能要三年四年 到现在经历了几年之后的今天 有可能半年九个月就上一个钻石 因为我们已经把时间缩短 把摸缩的时间缩短 而能够借由这套系统 提高它的成交率 成功率 这就是系统 然后在系统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分成三个很大的模式 OK 那其实有很多 但是我今天主轴跟大家分享 是三个 这三个模式是什么呢 一 产品销售模式 产品学习模式 二 事业起步模式 事业经营模式 三 能力 领导者的培养 好 跟领导者的能力培养 到我们今天要建立 产品的模式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 一 我们如何把过去的经验 OK 写成文字了嘛 然后再整顿 把它拿出来 是关于这个的 产品的 而产品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是做两个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模式是 如何让一个金油小白 什么都不会 但是很爱这个味道 很爱这个产品的朋友 从不会到会 从金油小白 到能够多智多彩的金油大人 第二个 能够有一套模式 让一些产品爱用者 很快的把金油学习起来 OK 那你可以从哪里找到手 从我们的 Enrollment Kit 里面我们有留七个 可能每个国家不一样 但是马来西亚好像是有六个 还是七个都忘记了 OK 我记得应该是有六个 六个 一二三 对对对 应该是六到七个 那我自己本身 建议大家选两个 例如你可以选 我们的居家保健 另外一个是选Living Wellness 两个 对不对 那你要把这些资料整理好了 应该学习的金油是什么 然后应该这些金油能够怎样用 对不对 然后怎样去让他们体验到很清楚 那到最后一个步骤 如何去分享金油 给生命的朋友 一样 Living Wellness 一样金油怎样用 每次金油怎样用 注意事项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应该怎样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然后让他体验到那个效果 然后慢慢的怎样去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这是为什么今天产品的两个很重要的魔术给大家 一就是让他如何复制启动 开始使用这个金油 二从他现在从不知道到知道了 对不对 知道怎样用这个他买的配套了 到他懂 变成金油生活达人 这就是另外一套的功夫 两套就好了 不用多 至于圣约上有一些金油上的文明 像我这样子就很爱金油 考取了很多的一些专业的文凭 或者专业的认证 其实有没有需要 就先开始不要去复制 等一些时间 复制慢慢的去做这个事情 第二个我们要做的是事业的部分 事业的部分 我可以给大家两个 也是两个很简单 第一个当中就是 新人要做这份事业的时候如何起步 如何开始 很简单的观念 先不要培养能力 先教他如何开始 很简单 以第一位老师教导我们的 学习 体验 分享 这么简单 跟他讲如何学习 如何体验金油 如何给人体验金油 如何去分享 所以他里面讲到的就是五把硕纸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什么是金油 什么是好金油 金油是怎样用 对不对 这些部分当中 我们要告诉我们身边的朋友 OK 然后接下去当中就是能力的培养 事业能力培养 如何页名单 邀约 推荐 销售 服务 跟进 ABC法则路举办 产品 体验会 这个就是能力的培养 你可以建立起来 到第三个就是能力的培养是什么 因为当这两个建立好的时候 你自然都会形成一些领导者 对不对 他借由你过去的经验 所变成文字变成系统的时候 他不断的复制跟学习的时候 他缩短他的摸缩期 成功率就提高了 到成功率提高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的领导者培养起来 那你要注重第三块的就是 领导训 这样去培养这些领导 那里面有一个简单的就是策略的部分 如何怎样去生聘 如何怎样去带组织 如何怎样去开发新市场 或者等等的一些领导者应有的能力 应该怎样培养你可以加进去 第二个当有一些自身的领导者 所产生的时候 那我们就应该要把它 制作四个很重要的环节 一内在 心态 习惯 领导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外在 技巧 跟知识 头脑的IQ 知识 就是这两四个样 而你要随着你的领导者 不断的在成长的过程 你要去模拟这些人的一样 你要知道这些人的培养是怎样 你知道这个团队当中 或者一些整个大团队里面 有很多的领导者所产生的 经过你今天所建立的系统 把过去的经验当中 复制了给他们的时候 这些领导者在不断的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总有一些突飞猛进 有一些平平无奇 有一些 哇 曾经很厉害 但是最后停起来 对不对 有不同的状况 我们在成为领导者之一的部分当中 跟整个团队的领航人 我们要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应该在培养是什么东西 能够突破他们现在的瓶颈 这就是为什么 我讲第二个部分 能力 那我再重整一下 产品有两个 一个就是从金油小白 从不会到会 对不对 从让他知道 怎样用金油开始 注意一些什么事项 从会到生活达人 这是产品的模式 新的模式 新能如何启动 对不对 如何开始去分享 给身边的朋友 第二部分当中 能力的培养 列明单邀约 销售推荐服务 跟进ABC法则 包括很简单当中 就只会举办金油体验会 在能力的部分当中 我们的领导者要怎样培养 一我们有个领导去 领导去里面要什么 策略 如何生聘 开发市场 还有如何带线 还有等等的 你觉得应该要有的能力在里面 再加上当一调的程度的时候 领导者培养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要依据他们现在的需求当中 培养的四种能力 习惯 态度 内在的 技巧 知识 外在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个部分当中 当你最好的话 那你就有一个很基础完整的系统 而在建立系统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四项当中 有五项 你只要一简单清晰 二 每个流程 每个模式 不要超过五个步骤 三 当你在讲解的时候 在宣导这个课程的时候 在教教教的时候 教了三次之后 来做三前法 什么要的 什么不要的 三三三三三三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简单容易清晰明白的方法 可以容易学习 容易复制 容易运用的一个模式 第四 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很怕 对不对 不知道如何是好 一大堆 你要做错怎么办 不要紧 全选五到十个的领导者 或者跟你很熟悉的朋友 可以跟你共同 努力共同去建立团队的 先跟他们开始做 这件事情 第五 一定要懂得去坚持跟落实 我在这里 在结束之前 在这个部分当中 跟大家讲 当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经过几年的时候 就是不断的打拼摸索了之后 我自己本身也一样 虽然我过去有很多的这样的经验 但是每个公司都有自己不一样的 当人数建立团队还没有形成的时间 你在建立系统的时候是不容易的 对不对 其实我也有一段时间是疏忽了这件事情 我忘记了就靠个人魅力 所以考虑很多的文凭 跟人证书一样子 后来发觉到有突然间有些人跟我讲 应该怎样怎样 突然间我就醒了 对不对 不要紧 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老师的 你不要紧 你可以找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非常乐意做这个老师 他就提点了我一下 就醒了一下 那我在开始落实这些系统的时候 我是按不就班的 不过我在开始落实的时候 我不是在产品上落实 因为那时候是太强产品上的东西 我是从事业上的落实 我从形态片 先落实大家的形态 调整大家的形态 整个团队的形态 因为我们面对疫情的部分的调整 就是大家有一个冲击的时候 心态又不断的调整 当这个心态的调整的时候 把很多经营者 把它慢慢的转变成消费者 把很多的消费者转变成经营者 就是在23年前 我们在菲律宾的旅行讲历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 从消费者转变成经营者的部分 的课程内容 我不断的把这个内容当中 运用出来 把它们调整的心态 大概用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后来的在后期的时候 我就开始推出了事业的系统 事业的模式 如果开始这个事业的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当中还不算完美的 但是接下去会更完美 因为经过第三篇了 我就开始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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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不要的东西 剪不要的东西 剪多余东西 剪啰嗦的东西 但是在开始落实的时候 很多人说 Henry 你怎么怎么 不论呢 Henry 你不要这么啰嗦啦 你再讲对不对 我到过来都可以讲 但是你记得 我讲不是给你听的 我讲是讲给你下先听的 很多时候每个伙伴都 听得过你这个事情当中 他就要求你是新东西 新鲜的东西 在座的每一位 我哪里有那么多新的东西呢 对吧 对不对 哪里有那么多新鲜的东西 他都每一天讲 系统本来就是不变的 懂吗 系统本来的架构是不会变的 它就是不断的重复 让你过去的经验 当中不断的复制同样的里面 没有每一天都不一样的 那不叫系统 对不对 那不是系统 对吧 所以系统是一样的 架构是一样的 全部人都讲同样的话 对不对 所以才能产生那种威力 了解 所以系统在你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会跟你讲 你都讲过了 我都听过了 不用来了 你记得五个步骤 要形成这个东西 要五个步骤 一 从不知道到知道 所以你讲讲讲 我知道了 我有知道点 我听过你讲这件事情 从知道到懂 我领悟了 我可能之前做错了一点点东西 他就往上第三个步骤 从懂会去行动 会去做 做了就会有一些 做了有问题 再回来听 听了再做 做了再听 听了再做 对不对 不断的检视 从来回来回来回 这样子 不断的重复听 你发觉到那个人 是不断的重复听 而重复听了之后 不断的有成绩成长 就证明了 他在这个过程 他听了会去做 做了回来 检视自己露的再去做 我基本上听每一个课程 都要听五遍 我才能够搞懂里面的精髓 从会做了到会说 会说就是会跟人家讲 其实这个系统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会做一个小老师 到第五个阶段会叫 当你的伙伴有很多伙伴会叫 才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系统 这个系统才能够好好的形成 所以记得在你啰嗦的时候 不要害怕别人如何讲你啰嗦 所以我们在我的团队里面 有一个叫做Poloso System 就是唠叨的意思 不断的讲不断的说不讲 因为我们我就觉得 自己好像一个国会议员一样 在选举 我要每个人当中都认同我的政纲 对不对 认同我的理念 就一样的 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也需要 所以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每做一个课程 我会变成是那个政治人 当中去选举 要求他们来三课 我每一场去讲 每个送会议也好 现象又好 每个人在聚会找都讲 这个课程这个做就好 这个课程有多棒 这个课程有多呱呱叫 对不对 讲我去讲 都一定很多人来 不要紧 因为我必须要这些人落实回来 但是 这样子你讲 你不是打破第四个 你先讲从领袖开始 对 因为我有把握 毕竟我过去 有很多的经验在这部分 所以我在讲大厂的 我基本上不怕 我会应付不来 但是如果你开始的时候 没有信心 请你先从小领袖开始 一般领袖先开始 慢慢的落实 慢慢的落实 OK 然后到最后的送大家一句很重要的话 先开始才完美 不要先完美 不要去讨论三个月之后 把那个完美的 哇 个程系统当中 没讲一句什么 你先做一本厚厚的系统 我跟你讲 那不是容易复制的 先把简单的步骤做起来 就开始宣导了 开始教 教了再加 教了再减 这是先开始 你才能够完美 因为你不开始讲 你不开始教 没有办法了解到整个过程 教了不去行动 也没有办法 空讲 没有意义 所以记得先开始才完美 好 好 到最后的部分当中 我们大家都一样在做的每一位 首先先恭喜大家 能够参与这次的活动 因为这是整个东南亚的领袖 聚集在一起 那有没有发觉到 我们这个使命非常好 我们整体一地的经由一个人 一个社区 改变全世界 在做的每一位一样 每一位的领袖们 都有一定的消费者群 都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改变 你会不知不觉中 不知不觉中 改变了我们身边的很多人 的健康 的生活 一样 我希望能够大家秉持这种理念 不断把这份爱心 不断把这份经由 Totera这份使命 把整个东南亚都可以传遍 然后让整个东南亚的 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 都能够接触到 尽有这份美好 好不好 好 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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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